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台湾是美食天堂 各个地方 各个学区 或者夜市 或者很多商圈 都吃得到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吃 可是你知道吗 小吃有的时候 真的是有外食的地雷陷阱的 多数时候呢 他们可能高油高盐高纳 而且高热量 更麻烦的是 有一些食安的风险 或者是料理的安全 其实也充满着疑虑 那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在家自己健康做小吃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七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小医生 女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再来是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是医生好朋友 林青土医生 大家好 我是林青土医生 好 再来是我们的 营养好朋友李婉萍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曾亚兰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洛军汉师傅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我们的 小吃天后庄宝华宝华姐 好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婉萍 真的 我发现台湾真的是美食天堂 可是美食往往这背后有的时候 真的隐含着高油 高钠 高热量 或者高甜度的这一个地雷跟陷阱 对 你知道台湾这15年来 有4500万人就是因为有食物中毒 其中有14个人 因为这样子的食物中毒 而真的亡生了 所以你不要小看 就是食物安不安全这件事情 是会让人死亡的 它是有致死性的 那你看 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夜市小吃的时候 你会想说那个水 你知道因为有时候它设备可能很简单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些那个水 它就可能这个蔬菜不断的重复在清洗 你就会 我都会想说 这个里头的农药到底洗了几回 就是本来希望去除农药 到最后有没有农药再回来 然后再来呢 因为其实它也不会像我们在家里 就是说有浸水设备 也可以确保比如说中金属等等 这些的环境是OK的 所以水是一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油 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说 假设那个油锅 假设它不断的黑 就是看起来很黑 就表示反复有炸锅 就不建议食用 然后再来就是小吃炭新不新鲜 我相信其实大部分的厂商都是 有良心的 都是新鲜的 可是问题是 你从下午5点白到晚上12点 这个食材它到底能够新鲜到多久 那如果它卖的速度快 你相对还会觉得 这个可能这个食材是新鲜的 如果它卖的速度慢 它就可以从新鲜变成不新鲜 所以其实小吃我真的很喜欢 但是就是提醒大家 这个小吃的背后的美食 就有些食品安全的一个环境 我们要注意一点这样子 真的 那洪医师 外食小吃除了食品安全的环境 要特别注意之外 另外一个要特别注意的是 饮食的这个营养不均衡的话 很容易有各式各样的后遗症 对 为什么外食会导致这些 外食它要做生意 它势必就要用一些比较美味 它的考量点并不是健康 而是美味 美味就要用一些比较高油盐糖的 让你觉得味道是很浓烈的 那必须让你有香气很多 所以它要用一些油炸等等 这些当然就会造成这一类的 包括代谢症候群 糖尿病痛风高血脂高血压 这每一每的话都 其实而且一个人往往不是只有一种 糖尿病人常常合并 痛风又合并高血压 合并高血脂 所以他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的病人一开药 就要十种药 因为他要吃血糖药 吃血压要吃血脂药 所以那怎么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们的 当然我们肾脏是一个过滤器 那肾脏当你一直吃一堆东西的之后 到最后最大负荷当然就是那个肾脏 他一直去排掉这些东西 我有一个去年才刚开始洗肾的病人 他之前我第一眼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末期肾脏 还没有洗肾 那时候还要严格限制蛋白质 所以他不要说小吃了 他一些正常的那些饮食 都要吃得很少什么的 我是觉得他本来是一个 蛮喜欢吃东西的人 可是他因为要控制那个就不能吃 可是终于有一天 他到了洗肾的那个地步了 大家知道洗肾洗一洗之后 经过了大概三个月 因为我开始洗肾的时候 尿毒可以洗掉了 他就不用限蛋白限的那么严格了 他血色素好了 尿毒低了 他整个精神变得神清气爽 那因为他也得到 他五十几岁而已洗肾 他就持续了工作 那就开始在国内 因为他两天就要回来洗肾 他也不可能跑太远 所以他国内到处旅游 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他在脸书都会po他的照片 那我脸书他去旅游 他就会po他吃很多汤汤水水 我不知道要按赞还是要按那说停止 以后千万不要嫁医师当演出 他两天就要回来洗肾 他洗肾完之后 我看每次洗肾就要重五公斤 五公斤就脱了五公斤的水 我要把它脱掉 其实一般我们是建议不要超过体重的百分之五 不久之后前一阵子就发现 他开始又出现之前没有洗肾那种状况 贫血头晕又整个很虚弱 因为尿毒又高起来水又开始累积下来 当然这时候他就听了下我们的胃教 我们就跟他讲说 你其实可以好好健康地过你的洗肾生活 但是务必还是要限制这些小吃进去的这些重量 真的 那接下来杨恩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吃小吃的 这个妈妈牌炒米粉 对 古早味的炒米粉 因为我们家非常喜欢 尤其我老公他很喜欢吃炒米粉 但是每个人炒米粉的口感不一样 像我老公就喜欢吃湿湿软软的炒米粉 可是我喜欢吃带Q的 对 所以每个人口感不一样 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米粉呢 一般市场也有炊粉 炊粉都不用汆烫 你就是直接丢下去炒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干燥的 你就是稍微水煮一分钟 那也不一定 因为如果你的米 它的米含量比较高 就不要煮太久 然后稍微焖一下 它会比较Q 好 那你准备一些 我们讲的妈妈牌炒米粉是很简单的 对 肉丝 香菇 虾米 然后加里头木耳 红萝卜 一点辣椒丝 那这个葱段 然后这个是韭菜 韭菜 韭菜的那个白色的部分 然后跟芹菜 好 跟芹菜 然后一点油葱酥 对 好 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油 我们先爆香我们的蝦米 好 那这个蝦米要稍微泡一下水 对 然后把它沥干 然后稍微爆香一下 你家小朋友爱不爱吃炒米粉 喜欢 超爱的 爱吃什么小吃 我家小朋友喜欢吃炒米粉 蚵仔煎 然后那个锅贴 锅贴 小笼包都好好吃 可是那个都很高热量 油脂很高 真的 我问一下营养师 这个炒米粉很多人 你会发现在外面吃 就是常常吃完盘底都是油 米粉很会吸油吗 对 米粉其实很会吸油 因为它其实很干涩 你要让它好吃 所以你一定要加很多的油 对 那如果说你没有加到很多的油 你就会发现它炒起来就不会那么的顺口 那如果说像我自己在家里头做 就是我婆婆教我就是更改 就是那个做法 就是我们先把它就是弄熟以后 然后就是最后有点像是拌料拌好 就是我先把料炒好 最后拌在我的米粉里头这样 否则我有一次 这样油才不会吃那么多 对 因为我第一次炒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怪不得我每次吃完 外面都是剩一层油 因为真的非常的稀油这样子 所以提供方法给大家 好 那雅兰现在爆香的是香菇 跟香菇 对 香菇 好 这个是台菜双饱 那雅兰的肉丝有稍微腌一下 对 我有用了酱油米酒 稍微抓腌一下 还有太白粉 好 对 就是简单一点酱油米酒 跟一点点的太白粉 然后稍微让它入味一下 对 没错 好 然后香菇味道跑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下肉丝 有 现在有典型的 赵咖那种 康康的那个香味 有没有闻到阿嬷的味 阿嬷的味道 有阿嬷的味道 这个版本的炒米粉是达纳学来的 我从小就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从小天生就会炒米粉 我从小就很会炒米粉 而且我好像也没看 没从网络上找过 看妈妈炒还是看阿嬷炒 就跟着会炒 我可能是去外面吃过 然后我就把它的材料记下来 然后回家就大致上 就知道怎么煮了 好有天分 天生有天分 小时候我可是家里的厨师呢 因为要照顾弟弟妹妹 现在也是家里的厨师 对啊 真的 所以现在炒香了肉丝之后呢 我们可以放一点点的 这个是 这个是那个韭菜的 白色的部分 白色纤维比较粗的部分 对 稍微拌炒一下 好 炒米粉不简单 真的吗 对啊 要会炒炒得好 真的喔 我是觉得还蛮简单的 太骄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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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还是有执照的 对啊 好 然后接下来 因为红萝卜丝我怕 如果有些人怕吃比较硬的 我们可以先下去拌炒一下 好 好 然后接下来 现在炒料都炒得香了 对 炒香了之后 所以炒料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下 对 好 然后我就可以把米粉放进去 今天这个是含米量有一定比例的米粉 对 所以它比较软一点点 然后炒米粉有一个诀窍就是 你不要用那个锅铲 铲来铲去 对 铲来铲去 所以它用筷子来拌 对 你一定要用筷子 好像可以全下 好 要用筷子拌 铲来铲去就断掉了 对 好 然后我们下高汤 那没有高汤的 你用那个 鸡汤 用那个一般的香菇水也可以 我今天也有准备香菇水 对 如果我在家里我就用加一点鸡汤 用鸡骨刀去熬鸡汤 对 鸡高汤 然后有的人是喜欢放酱油 然后你记得放酱油的时候 不要直接淋在上面 因为你直接淋在上面 它会很难拌开 所以建议可以放在高汤里面 那我觉得不放酱油其实也OK 如果高汤本身有一点点味道的话 对 其实不用放酱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可以自己调整 对 可以自己调整 好 然后接下来我放木耳 这个事先木耳有汆烫过吗 木耳不用汆烫 因为木耳其实很快就熟了 好 对 所以一样让它拌炒 对 那我觉得湿润度是还可以 但是我再加一点香油 咸度可以加一点 咸度可以加一点 然后堆一点点的香菇高汤 因为看起来好像有点软 可是其实米粉还蛮Q的 好 所以这个口感真的是看自己真的 对 看自己真的 这个是加粒头的快速炒米粉 然后又健康 对 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油葱酥放进去 然后韭菜跟芹菜 对 一起下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辣椒 让它有香度就好 最后 那韭菜跟芹菜也熟得快的 对 也熟得快 那我个人也是 为什么韭菜芹菜我最后放 因为我喜欢吃有脆度的 对 如果你太早放 不然有些会太软辣 它就会软软的 我觉得这样就不好吃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好 因为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是 最近还是他们的碗 真的几乎没有油 对 那没有油的情况下 有些人会觉得说 没有油的草米饭 有时候吃起来会 突然吞杯 就不知道 可是它不会 因为它很聪明 它是用水的分量来调整 它的软硬度 所以我渐渐渐渐加水 让它刚好可以入口够Q软 但是又不会爱口的情况下 就可以用最少的量 炒出最健康的米粉 而且因为它事先 这些东西的炒功 把它炒出香来 所以你觉得够香 而且够Q 又不会觉得吞不下去的 感觉之下 真的好吃又健康 健康的草米粉 真的 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 我在外面吃草米粉 除了油之外呢 之前有一个上班族 他是说 他很奇怪 他从小开始 就常常吃完米粉之后 就觉得 味怪怪的 他说那个感觉很像是 吃饿太久 饿过头的感觉 就是胃会沖沖 他就觉得不舒服 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 对米粉这个食物呢 可能是有过敏 就后来是长大之后呢 他有一阵子去抽血去检查 就是做健检的时候才发现 他不是对米粉的米过敏 而是发现米粉里面 其实通常有时候 会添加其他东西 比如说之前他们检查发现 有些米粉九层里面 其实可能有一些玉米淀粉的东西 甚至有一些其他的化制淀粉 那如果你对玉米淀粉 因为如果又刚刚 碰上基改的玉米 有些人会脏气 或不舒服 甚至有人还会 皮肤会长疹 所以如果你也是 跟这个上班族一样 你吃米粉 你觉得你对米粉过敏 胃会不舒服 你可能可以再检查一下 你究竟是对米粉的米过敏 还是米粉的其他添加物过敏 对 不过我刚刚这个雅兰 做的这个炒米粉实在很好吃 一下子我就吃光了 好 那讲讲这个 刚刚永翔医师有提到 这个代谢症候群 代谢症候群已经在台湾 在世界这个统计起来 是非常有名 因为我们2003年 全世界就已经把 所谓的代谢症候群 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讨论 那这个代谢症候群 我们台湾是因为健保的 这个所谓的成功 我们对40岁以上 包括我40岁以上 每三年有一次免费的健康检查 那事实上从大概10年前 台湾的健康检查特别强调的就是代谢症候群 的是所谓的评估 那看起来好像台湾的代谢症候群的所谓盛行率特别高 那是因为我们健保 包括这个40岁以上 三年做一次以上 65岁以上 每年做一次 所以我们在全世界一开发国家里面 我们统计出来所谓的代谢症候群是相当 盛行率是相当高 那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影响 我们先讲代谢症候群如果有问题 它得到的所谓的心脏血管的疾病 就是所谓十大死因的第二原因 再来就是脑中风 是第三死亡原因 再来呢 糖尿病 第四死亡原因 还有所谓高血压的疾病 大概第七或第八名 加一加呢 到底有多少 比第一名的癌症的30%还要多 那影响最重要的所谓的评估 就是叫代谢症候群 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 以前我们都讲 总胆固醇多高多高多危险 事实上现在都不讲了 这15年来 全世界一开发国家 已经大部分都不讲总胆固醇 而讲的是高密度胆固醇 到底有没有偏低 男性至少要40 女性要50 那如果有低于50女性 男性低于40 又多了一个风险 如果你的血压量起来 正常休息的状况下量 每次量都超过130 或超过低压超过85 我们也称之为高血压 可是用药当然 我们现在是140 90以上我们才用药 可是只要130 85以上 我们就要高血压 另外就是高血糖 血糖如果偏高 那这个标准 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我们血糖如果在进 就所谓的这个 进食的情况下 六个小时以上 这样子如果血糖 饭前血糖有超过113以上 我们都认为是所谓的糖尿病 那这五个当中 所以这五六个当中 只要符合三个以上 就算是有代谢症候群了吗 是 三个或三个以上 所以自我评估来 你有几个 我想不用看了 一定只有抽血 我来帮他看 腰有一个嘛 再来勒 腰有一个嘛 血压有一个嘛 血压有一个嘛 血压现在没有 血压没有 因为你在吃药 吃药也算 那算了吧 那我不敢再讲了 我讲了 我刚刚有偷偷帮你算 这样有中标对不对 对啊 这样就表示 我已经中标了 超过三个以上 就算有代谢症候群 当然我们从运食 从运动上 然后事实上 我想这个厨师 实在比较困难 因为你要试 他是职业伤害 对 职业伤害 我想这么重的脊重 应该是已经维持很多年 一定要听医师的话 尽量尽量尽 好 那所以 若师傅今天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又好吃的 健康花枝羹 对 这个一定很健康的 因为我们不再去勾签了 对 为了我的健康 我真的我要这样子做了 来 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为什么叫做 健康的花枝羹 因为花枝羹 羹的东西都是 淀粉质加很多的 对 可是我们想要把它 垫付一下传统 就是我们用健康的饮食 的方法去做 第一个我们是用什么 用我们的木耳 木耳 我们叫做木耳露 这是白木耳 对 白木耳 我们是用两次的 电锅的两碗的水 直接把它蒸到喧香这样子 老师在外吃的老外祖 除了体重增加 血压上我们刚刚讲 现在在一些心脏血管的疾病 以外 然后中风啊 这些所谓的糖尿病 都会跟着上来 吃羹 他就觉得没有感觉吃到饭 但是他其实有吃到热量 就是来自于他什么 来自于他放的那个 很低的东西 今天如果师傅最厉害 是用白木耳代替那个羹 但是很清爽的羹那种感觉 对 真的很好吃 名叫做木耳露 这是白木耳 对 白木耳 我们是用两次的电锅的 两碗的水 直接把它蒸到喧香这样子 那你就用果 菜料里 打 大量的打杂成泥 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再过来 我们就是要做一个花枝羹 好 那花枝的话 大部分都是会用草的 可是我们今天把它 垫覆一下传统 我们为了要让大家吃健康 加了很多的蔬菜 所以这个也是新鲜的花枝 直接料理机把它打碎 打成碎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没办法 就用剁的 用那个砧板剁就可以了 用剁的可能会有口感 对 这里面我们加上 我们的洋葱 好 洋葱 洋葱差不多是三分之一颗 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红萝卜 好 对 然后红萝卜加一半就可以了 今天有点多 然后再过来 我们加上一点点的香菇 好 全部都蔬菜 然后一点点的葱花 好 葱花下去就可以了 这其他留着 然后我们也要加上海菜 这个是海菜 对 我要留一半煮羹 留一半架在里面 这个好像有一些人会拿来做小菜 或者是海菜羹 对 其实它是最营养的 它是膳食纤维很丰富的 对 对 对 然后这洗干净之后就直接把它加进来 不用汆烫 怎么样 我可以 这要多一点吗 颜色又好 可以 好漂亮 这好像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上 对 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好吃 这里面就很简单 我们加上很多的蔬菜下去之后 重点我们要让它提香 这提香的时候 我们先加上一点点的香菜 好 香菜要留一点在里面 也是一样 香菜 然后还有九层塔 你看这里面多丰富的 对 菜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下去做 所以类似我们在做狮子头一样 对 让它的馅料均匀 对 就好像狮子丸一样这样子 然后抓好之后 记得它的香气就上来了 然后这里面要加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好 来 因为胡椒粉要提香它 然后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再加上一点盐巴 因为海的东西 你加上一点盐巴的话 它会比较有一点甘甜的味道 大概多少 大概一茶匙就可以了 对 一点点 一定要加 然后这个就丰富的健康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我们要煮根 煮根的这个很简单 我们加上一个高汤 这个高汤就是用我们的芹菜叶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香菜根下去泡的 泡好之后我们就很简单的 来 就用芹菜叶再加上香菜根 香菜根 然后下去泡了之后 我们加上一点点鸡骨头 然后泡着 然后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高汤 用泡的 对 用泡的就好了 不用煮 我们的鸡骨头的高汤要熬一下 之后你热了之后 我们就最后的那个香菜根 跟我们的芹菜泡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就把它撈起来 第一个我们要先爆香 好 我们来爆香我们的炒料 对 那我们加上一点点的油脂 因为爆香没油就没香了 一点就好了 来 我们这个很简单 我们的 好 葱 葱 葱先下锅 葱先下锅稍微爆一下 这里面差不多三个蒜头 蒜头也是一样 用一点点的油下去爆香 对 好 再稍微爆一下 让它有的香气 一点油就好了 然后再过来我们的洋葱 跟我们的那个红萝卜片 好 洋葱炒过之后 它本身就会变得比较甜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慢慢地把它炒一下 好 如果你没有炒过 你在煮的时候 其实洋葱它也很难熟透 那你如果煮过的话 它的熟透就会比较好吃 然后也会变得比较甜 那你要爆到什么程度 闻到香气就够了 对 有羹汤的东西加了洋葱 其实甜度也会提升 对对对对对 这个时候洋葱尽量切大块一点 不要切丝 因为切丝的话它吃起来口感 不好 那你就把它炒一炒 有没有半透明了 有 有没有切丝的半透明 闻到洋葱香气了 那红萝卜下去炒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让它熟化的更快 好 还有它的红萝卜素会跑出来 有一点油的话去取代它 这时候我们把它倒进来 所以高汤下去 对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让它滚 好 那我们的勾芡就刚才我们讲的 我们用我们的白沫 好香喔 对 真的好香 对 然后这个来 好 我们的笋子下去了 笋片可以下去 对 这好像就是我们讲的炒八汁跟的 真的 笋片啊 胡瓜 对啊 就这样子就好了 就是笋桃花汁跟的配套花汁 就是它的配料下去 这你就随便捏一捏 你希望多大块就有多大块 多小块就有多小块 为什么 那小不一才有手工的感觉 对 了解 这表示妈妈很用心 大小一次感觉是外面卖的 对 那我怎么判断花枝浆的熟度呢 现在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就是有一点点我们讲暗 对 当它全部变成乳白色的时候 就是稠了 对 所以很快 其实花枝浆熟秤非常非常的快 就好像类似你在炒花枝一样 对 那这蔬菜我们切细细的 其实它一煮它的甜分就释放出来 可是我们加了红萝卜之后 它会有一点点的嚼劲 然后吃起来也会比较好吃 好 这下了之后啊 我们先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剩下来这个海菜不要丢掉 我们也是一样下去 你看有没有 有 它整个就结块了 因为它也打成姜 它也会熟的快 对对对 这个就下去了 这个反正就是全部都下了 哇 这个翠绿好漂亮 真的真的 这个完全是蔬菜的甜分 这种海菜 这个买来之后要不要稍微洗一下 去一点腥味 要要要 因为有的会有一点腥味 对 对对对 好 其实 我们在旁边的时候 在煮的时候 它会闻到一点点的 我们讲海鲜的香气 是 已经传过来了 已经传过来了 有 传过来了 香味都过来了 这时候我要麻烦 来 林冠帮我慢慢的加进来 好 那我要怎么加呢 你就随意 随意 要多少 吃多少 所以加这一个 白木耳芡汁 就是勾芡汁 跟太白粉芡汁一样 是一样的 可是它是 要让它打散 对 非常健康的 所以你边加的时候 你另外一个条羹 是边打散它 所以你看一定要这样子做 它现在开始干净 对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锅 其实老讲 它只用100公克的木耳 泡好的木耳 很少 你看它现在已经勾芡了 对 那还要再加吗 再加再加再加 勾一点芡 它的那个味道 就会比较好 而且反正这个是膳食纤维 对 这个并不是在勾太白粉 所以我们今天浇这个 羹汤是不是很健康 现在很浓稠 我跟他讲越煮越浓稠 它这个羹是最好吃的 这个只要加上一点点酱油 就够了 所以我们不用额外再体验吧 不用 最后调一点酱油 一点点酱油 让它有一点点的甘甜的味道 这时候我们的葱花丢进来 是 葱花先把它丢进来之后 我们先让它滚 滚完之后 我们就加上我们的红楼 我们的蒜头酥跟红葱酥 跟一点点的胡椒粉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香菜 有没有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九层塔 它这个花枝根就完成了 好 让我们来上菜 一般夜市的羹 那个坎鸡很浓稠 我觉得吃多了会很想吐 这个完全不会 它是很清爽的鸡那种感觉 真的很好吃 亚兰说得对 就是其实夜市里头的羹很好吃 可是今天若师傅最厉害 是用白木耳代替那个羹 而且他都会只觉得说 营养师说少吃羹 到底为什么要少吃 给大家看一个表格 就是我把它整理了一下 我们第一个我先照热量来排序 然后常见的小吃 好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些里头 其实都有淀粉的东西 我就把只有算淀粉 我把它算成饭 就是把这些羹啊 这些要算成饭 那我会这样用饭来表达 是因为你吃 你知道有些女生是小鸟味 她吃一口饭 她就饱了你知道吗 对 可是很多女生就会觉得说 她吃羹 她就觉得没有感觉吃到饭 但是她其实有吃到热量 非常多的热量 我们来看 鱿鱼羹我觉得它就比较明显 因为鱿鱼羹 它其实如果是那种 没有裹粉的那种鱿鱼羹 它其实它纯粹的那个饭的热量 就大概有四分之一碗饭 就是来自于它什么 来自于它饭的那个 砍鸡的东西 对 然后那再来呢 我们往下看 那有一些是甜的羹 叫做烧鲜炒 而且这个里头就有四分之三碗饭 就是我们吃饭的碗 所以有些 然后这个我还没有加花生 加配料都没有 就是单纯就是那个羹的部分 那另外我们再往下看 像鹅仔煎 鹅仔煎也是个很高热量的 那羊肉跟面 就是有面 然后有羹 所以它的淀粉的量会是最多 一又四分之一碗 好那接下来我们都会在围绕的 这个新陈代谢症候群 其实它都跟鞋脂肪胆固存有关 那很多人比如说 他今天吃了一碗鸡汤 他会看到那上面有一层油 他就觉得怕怕的 可是吃羹的感觉呢 是其实你不太会感觉到一层油 你只会看到一点灵光点点 一小点的油 但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大家常见 就是做料理会用到的汤匙 那我在这边有个小池 有没有 其实就是用这个五毛 就当做这个形容 那我们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羊肉跟面里头的油呢 就有这个汤匙 五汤匙 对 你觉得你平常会喝一口油吗 或喝五汤匙的油 应该不可能 对不对 可是因为羹的那个感觉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黏着剂 它就会把油 盐都黏在一起 所以让你 对 又好喝又好吃 让你不觉得你把油给吞进去了 吃起来真的不像蚵仔煎 那比蚵仔煎好吃 本身那张皮就包含了就是 糖类蛋白质还有纤维的部分 对 就是所谓的生糖指数 可以变比较缓和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全料理 那再来我们往下看 四汤匙的油有谁 有蚵仔煎 还有肉羹 肉羹其实我不是肉羹面 我就是只有肉羹而已 那个里头的油脂含量 也有四汤匙的油 所以其实我都一直会跟我的病人说 就是小吃 只是分量小 但是它热量没有很小 所以要提醒大家 在吃这个同时 我们自己做的还有另外一个安心 除了刚才说芡不会太高 热量不会太高 一个很重大是 我们自己会很清楚 我们自己家人都没有A型肝炎 我们制作的时候 不会有这些相关的污染问题 可是如果去外面吃就不知道了 之前有一个工程师 他就是怎样 他去东南亚旅行 那去东南亚旅行 他就想说奇怪了 为什么回来不久 回来不久之后就开始 人家照道理 如果你是食物中毒 不是应该当地就要很严重 他怎么回来还在不舒服 他不舒服的感觉 就一开始他觉得很像那种感冒 他以为说是不是感染什么流感 还是什么 感冒就发烧 也没有发得很高 然后也有一些呕吐 还有肠胃道症状 到后来是怎么样 他才觉得很奇怪 是因为他尿尿变得很深的颜色 像乌龙茶那么深的颜色 开始眼睛也有点变色 赶快去看医生才发现 整个肝指数已经升到好几千 人家正常是几十 他已经好几千了 然后医生说你这是猛暴性肝炎 他说可是我怎么会猛暴性肝炎 他说一检查发现它是A型肝炎 后来就跟他说 A型肝炎是怎么传染的 它是粪口传染 所以你如果吃这个被污染到的食物 包括一些 如果帮你做料理的师傅 他本身有A肝 他不小心料理的时候弄到就有可能了 所以要特别特别小心 就是说 如果你在比较不确定的地方 吃这些外面的外食的时候 要注意那个煮熟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环境很重要 千万不要 没有洗干净的厨具一吃 所以你就中标 那除了外食的饮食安全之外 外食另外的疑虑是高纳 是 我想我们都是所谓的外食主 尤其我们在学生的时代 也都是自己在外面吃 老是在外吃 叫老外祖 有一次有个病人三十几岁 我想我印象里 你以前才差不多六十公斤 现在九十公斤了 我问他一下 原来他在科技业工作 每次都很忙 可是当他领到薪水的时候 他有空的时候 都是在礼拜六 礼拜三 有空的时候就去逛夜市 就去看电影 就是喝沙士 然后很多的所谓的这个 炒的东西 炸的东西 还有羊鱼片 这个很喜欢吃 一边看电影一边就吃 后来发现 他来给我看以后 发现他血压也跟着很高 除了体重增加 血压高 我们刚刚讲新生代谢症 就这两个是非常常见的 引起所谓的 刚刚所讲的心脏血管的疾病以外 脑中风 这些所谓的糖尿病都会跟着上来 所以到底一天要吃多少盐 最好要少吃到多少 我想WHO就是所谓的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我们一个成年人60公斤左右 最好一天要少于2400毫克 那我们一公克的盐 大概有400毫克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简单讲60公斤 你一天不能超过6公克 那在家庭如果是我做菜 我喜欢在家里做菜 我们家一家体重大概300公斤 事实上有一半已经是在我们里面的 酱料里哪里就已经含盐 所以如果你家的盐巴 你家的盐巴像我们家300公斤 如果你10天换一次 换一斤来吃 那早就超过了 那表示已经超过四五倍了 大概至少要40天 换一斤的盐来用 这样才够 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简单来讲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那有没有超过 超过这个就表示已经 蜡已经增加 那在外面吃 那更是不用讲了 我想蜡这个所谓高蜡的这个部分 让我们成为这个所谓的 台湾很多人因为小吃肉等等 造成所谓的代谢症候群的问题 也都是这样的原因之一 真的 尤其是外食的酱料很难控制 那所以接着现在保华老师 就要分享一个健康又好吃的鹅仔蒸 其实鹅仔蒸是在我们的十大美食排行第一名的 今天听各位这样讲的话 我相信在外面做小吃的都会烦恼 没有一样可以吃了 因为台湾小吃在我们的记录里面 他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 还有他也是我们国民的外交 所以我们今天教各位来写的就是 比较健康的这个淀粉 那我们今天来一个是蕎麦粉 老师今天的配方很特殊 一个是蕎麦粉 一个是莲藕粉 然后配上黄豆粉 妙了 蕎麦粉哪里买 一般我们在迪化街 我们做生意的话迪化街是很好买 尤其大卖产也是有 那如果没有蕎麦粉可以用什么替代 就是一般的面粉就可以了 但是面粉的话就是用低筋的 低筋面粉 低筋的它煎起来才会酥酥的 所以蕎麦粉或者低筋面粉 那老师今天挑的是蕎麦粉 这个是多少的分量 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四两 因为我们做台湾小时都以两 很少用功课再算的 细腻 细腻 好来 还有这个 这个是莲藕粉 对 莲藕粉不能太多 这是两两 所以2比1 对 莲藕粉它颗粒比较粗 所以我们要把它稍微敲 刚刚蕎麦粉四两 现在莲藕粉两两 再来 再来是黄豆粉 记得这个黄豆粉 一般我们在做豆花豆浆的时候 有些说黄豆粉是生的 但是我们必须把它炒到熟 不然它有一种黄豆的腥味 很浓 现在你炒起来 你闻味道看看 很香 对 你怎么炒熟 一定要小火慢慢炒 你不能放油 不能放油 干锅 这个一定要干锅炒 因为很有耐心的去炒 那买生的黄豆粉 它本来什么颜色 白色 然后慢慢干锅炒到它的香度出来 然后现在是黄色的 对 这味道才会出来 那如果没有黄豆粉可以用什么替代 没有黄豆粉的一般的再来米粉也是可以 再来米粉也是可以 粉真的很妙 有的口感是Q 有的是软 有的是这个煎的会酥脆 然后不同比例不同配方就完全不一样 那我们这里总共加起来就是半斤 八两 八两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加一斤多的水 好 所以 就现在两杯 差不多两杯吧 好 一斤的水 所以是一比一吗 水跟粉是一比一吗 没有就是一斤 它是半斤而已 一比二 粉是一 然后水是二 好 再多 再一点点 再一点 再一百公克给我就可以 好 这样就可以 所以我们大概加了700cc的水 对 好 那我们要加一点点的黑醋 加在里面喔 加在里面 对 加一点点黑醋 如果是咖啡它的颜色会比较多 对 不要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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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 再来 加一点点的盐巴就可以 这个粉浆也要一点味道 对 要一点香气 一点味道 所以不然粉没有味道 对 粉浆加一点乌醋跟这个盐巴 那一般如果用再来米 再加上这个太白粉 面粉 这个调的也是这样子加 是要加 粉浆要一点的味道 对 一般它们南部的蚵仔煎 都是放韭菜 北部都是放葱花 南部的蚵仔煎都是放韭菜 北部都是放葱花 你要放一点韭菜 韭菜 好 这个是粉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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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甜辣酱 甜辣酱里面就是一个莲藕粉 莲藕粉 因为我们今天强调是健康的 还有一个糖 糖 这个甜辣酱 甜辣酱 最重要就是这个BB酱 好 甜辣酱BB酱 再一点点的肉桂粉 肉桂粉 一点点的盐巴 甜辣酱BB酱肉桂粉 盐巴糖跟这个莲藕粉 对 然后要稍微给它煮开 煮开就会调出这样的酱 外面的这个甜辣酱 就是这样 外面一般这种 真的很像外面的 真的 对对对 外面一般这种 骂丸 或者它真的酱 是不是都是米浆 对 有一些还是粉红色的 对 有些还是粉红色的 粉红色有时候 它会加上BB酱 还有甜辣酱 对 那如果颜色太红的话 它会加色素在里面 来我们那锅热油之后 我们先摆菇类的东西 对 先摆东西 因为这些我们也烫过了 有烫过了 所以会熟得快 我们这个就是血白菇 那菇类其实是老师加料 给大家吃健康 对就是健康的 因为传统的蚵仔煎 可能膳食纤维比较少 因为我们交素素的蚵仔煎 就是放菇类的 真的喔 素素的蚵仔煎 素食的 素的蚵仔煎 素的蚵仔煎用不替代了 对 蚵仔煎 那用什么替代蛋 用什么替代蛋 它不加蛋 它不加蛋 因为它有吃蛋才加蛋 也有人吃蛋 对 有人吃蛋 奶素蛋 对 我们会加海苔还有加起司 海苔干起司 海苔干起司 海苔干起司就可以了 对 因为这个菇是生的嘛 我们再来拌炒一下 好 菇也炒出那个菇的香味 对 那菇炒一炒也会缩水 对 会缩水 好 那我们现在就放这个虾仁 还有蚵仔 好 今天摄影棚吃的 所以是好料的 在台北市要吃蚵仔煎 很难加这么多蚵仔 对 只有三个 三个都五个吧 对 或者说的很小的八个 现在也比较划算了 以前有十来个 现在五个搞不好 你找不到 而且现在的蚵仔煎 一份都七八十块 对 又涨价了 对 以前好像刚开始三十五块 对 现在还变五十 好 现在变七十 他已经 那钟老师这个 大概两百块都还要 买不到 今天老师的蚵仔煎可能要被破百 要倒这个粉浆 好来 我们来看奶茶粉浆 对 长得像奶茶的粉浆 要下去了 差不多 以我们这个锅子差不多两条 好 没关系我们就煎一锅 对 好 大小块其实观众朋友在家里 你自己看自己可以 这个时候就要加蛋 这个时候就要加蛋 对 蛋要先加没错 对 它才会有香味 对 它会凝固 对 好 我们就要先给它煎到 它旁边有一点点酥酥的 才能够完 然后有一点点成型 对 那我们怎么判断我们的粉浆的酥脆 因为不同的粉浆比例 会接近有点 你看有点会透明 没有 边边再透明了 对 对 但是你这个是奶茶色的 你这个不是透明的粉色 对 还是你一样 它还是一样会很透明 好 老师我们这个还可以再加 蟹肉棒本身是熟的 这是老师加料板 对 这两大 天哪 现在要250人了 天哪 我跟你讲 这就是台湾妈妈的厉害 真的 对 没怕人吃 对 那因为海鲜的东西 你那九层塔 才会香 外面夜市怎么比得上 对 老师今天还加木树芽 对 还有木树芽 那个是木树芽 是等一下我们放上面就好 你要把它做成像大阪烧吗 对 有点像 好 这个台式的大阪烧 那在家里头要煎 看你的素材跟大小 对 好 老师也可以用一个盘子来倒扣 对 好 好 来看一下 好 来 我们直接这样子慢慢地把它滑下来 对 在家里头如果这个料很多 也可以这样 对 这样滑下来之后 好 很简单 你要看准 好 这样一 二 三 扣过来 好漂亮 对 好 这才抽没辣就得了 真的 对 那个要一个手势 对 不过在家里头煎有的时候 你也可以煎小块一点 我们今天是因为 这样锅着大 而且是饼皮很薄 馅料很薄 对 那就需要借助盘子来翻 对 好 那这样子煎手我们就可以上菜 好 我觉得它特色在于 它煎的比较旁边那一圈 你会吃到脆脆的感觉 那你是要粉皮往里面吃 你会感谢 如果你先不要吃掉 吃 它放的黄豆粉是对的 因为好香 对 有一种像烘焙的香气 会从它的粉皮里面透出来 没错 然后在接下来你就吃到很多样的话 从它的菇菇 从它的海鲜 就是口感非常的丰富 那它自己特调那个酱啊 最甜甜咸甜辣辣 然后你那个肉桂味道 其实很微小 刚好跟它里面的那种 黄豆粉呼应 你会觉得有一种那种 像在吃西式甜点的feu 而且你会发现啊 它那个粉皮的口感啊 也不像一般的那个 蚝啊这样 因为一般的蚝啊这样 你会感觉很Q的 拉不开 可是它是比较脆的 它那种脆感 有时候甚至有点像可丽饼那种feu 只是比较厚的可丽饼 因为草麦粉 你知道有些健康可丽饼 也有草麦面粉 所以整个吃起来就是那种 带有西式风格的中式点心 但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而且整个你会觉得说 老实说 吃起来真的不像蚝啊煎 但比蚝啊煎好吃 真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 我觉得保华老师很厉害 其实我刚才特别会问 有没有加肉桂对不对 因为啊 其实你知道我们这些的这个酱料 其实大部分都是淀粉的东西 可是肉桂它在血糖控制上 它是有帮助血糖稳定的 所以它不只是只有香料 它其实还有多了一些 就是健康的诉求 那我们今天老师做的 其实就是黄豆粉 然后这个草麦粉 那这两个 我们一般在说 它煎都是比较精致的淀粉 因为太白粉嘛 所以它都是比较精致 可是老师加了这两种 因为它的纤维含量高 然后它本身像 黄豆它有植物性的蛋白 所以它本身就已经达到 就是让这个GIA 就是所谓的升糖指数 可以变比较缓和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全料理 它本身那张皮 就包含了就是糖类蛋白质 还有纤维的部分 对那我们刚刚也说到 其实像我自己很爱吃 阿杰 然后呢就是说 我们在外面吃 就会觉得它好像不够 蔬菜不够多 不够健康 因为宝华老师煎这么多 后来我发现你知道吗 店家可以加十块钱加青菜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你觉得青菜量不够 就跟他说 我可不可以加十块钱 帮我再多一点青菜 这也是光夜市的一个健康的吃法 这样子 而且夏天的海鲜 要吃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安全 夏天吃海鲜不用配啤酒都非常棒 但是每每海鲜最大的问题也是海鲜 我补充一个案例 曾经在我们那个大陆观光堂 还很喜欢来台湾的那个年代 那有一个大陆观光堂 他们很喜欢去花莲 就到了花莲之后 开始集体上吐下泄急性肠胃炎 那他们后来就集体送到的那个门诺医院 有些人发烧 甚至整个行程都delay到 那他们就回想起到底哪一餐出问题 可能是在前一天的中午去那个 刚好逛过那个北海岸那时候 去吃了一些海鲜 那造成的那种急性 那后来查出来是那个沙门市杆菌 沙门市杆菌在集体的那个中毒里面 常常有他的名字 有时候是只是厨师的一个沾板沾到了一个 或者说他的手碰到了那个 那就整个就造成集体的那个感染 那他有时候会合并很严重的一些病发症 比如说一些急性脱水电解质不平衡 甚至有一些带血症多重器官衰竭 尤其是小朋友跟老年也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个比较常引起那种集体的食物中毒的 那叫肠炎胡菌 那肠炎胡菌也是很容易在那些 不管是鹅啊贝类的虾蟹都 所以务必在吃的 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老人或免疫力比较差的 这个务必要熟食 那尽量在家里吃是比较安全的 那夏天除了食物中毒之外 好像肠胃炎的案例也很多 这个几个例子来讲 那个先生跟太太一起都是到夜市里去吃 吃东西 只有太太拉肚子上吐下泻脱水 到我诊所来 先生没有啊 事实上这就是因为病毒感染 可能在之前他已经被弄挪病毒感染 而不是那个食物的关系 而是跟我们感冒一样 是所谓的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感染 所以引起的 所以还是要公块母吃啊 还是要注意这个不要自己摸自己的口鼻啊 或者就会间接接触传染 所以小吃虽然好吃 健康跟饮食安全很重要 那节目最后洪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丁明 今天讲到小吃 几点要提醒大家 第一个当你选择主食 当做你的小吃的时候 选择主食类的 务必注意它的总热量 比如说你炒饭炒面啊什么水饺这一类 通常它一份的热量非常高 可以跟你的家人一起共享一份 第二个我们讲说烹调方式是最重要的 我们讲说一些清蒸水煮啊 或卤的这一类 总比你去勾芡油炸 这种来得比较安全 那第三个就注意一下它的环境卫生 它在卖海鲜卖肉类 是不是有很好的那些能藏能冻的一些设备 这样看一下它的环境 它的砧板 它的厨房务必要选择干净的环境 好 谢谢洪医师的叮铃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健康吃小吃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Match台 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我们的脸书呢 最近也有赠送健康好生活的食谱书的活动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脸书粉丝页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謝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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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